你能接受卡还是接受糊 我们以新游戏最终幻想7PS5版的重生为例 这款游戏有两个画面模式 一个是图像 一个是效能 默认是图像 图像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动态4K分辨率的30帧 效能模式是动态2K分辨率的60帧 分辨率最低能到11GGP 这么说各位感觉可能不是那么形象 说句大白话 那就是这两个画面模式相差巨大 它不光是分辨率有区别 它有光影的区别 而且是一眼可见的区别 效能模式更像PS4游戏 而图像模式才像PS5游戏 另外还有一个 因为是动态分辨率 它在室内的场景 跟这种室外的场景 画面的分辨率也不一样 因为像这种室外的场景 有背景 天空 建筑 还有NPC 需要大量的计算 所以说这个人物的细节可能就会差一些 我说的是性能模式会差一些 因为它的帧率要稳定60 所以它只能牺牲画面 特别是这个脸模更像PS4游戏 另外我现在是用手机拍的 因为手机拍的更接近人眼光看的效果 而且我还会用手机的两倍放大 甚至3.2倍放大 看这个视频的同学大部分 或者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会用手机来看 手机的屏幕小 可能对比不出性能模式和图像模式的区别 但实际上是很大的 所以我才用两倍甚至3.2倍来看 好 说了那么多的铺垫 咱们开始整活 现在看到的是图像模式 动态4K的30帧 现在手机拍摄的是1倍 现在是2倍 我们主要看克劳德的脸 然后再看3.2倍 画面很清晰 我们再回到1倍 现在是1倍的样子 现在切换成效能模式 这个画面其实也很好看 虽然不如图像模式好看 但是切回场景就不行了 现在是百分之百 看到的是完整的画面 在手机这种屏幕上 看不出太大的区别 下面我给它调到2倍 现在是2倍 2倍可能也看不太出来 调成3.2倍 我这个手机3.2倍是光学变焦 并不是数码 并不是脸虚了 它就是这个样子 脸并没虚 也不是没对上焦 它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弧 下面对比 左侧是画面模式的头 右侧是性能模式的头 都是3.2倍的放大 各位一看便知 好 现在对比完了画面 咱们对比一下帧率 现在是效能模式60帧 我感觉啊 这个游戏 帧率区别主要体现在这个摇视角上 其实这个摇视角 转换视角也没有120帧舒服 但是60比30要舒服的多 30会感觉到特别卡 下面我们切换成30 现在是4K30的帧率测试 我先慢摇视角 快摇 反正我这儿看是肉眼的卡顿 其实是这样 不对比就没有伤害 如果你一直玩30 也能习惯 但是这个画面对比 效能模式的画面 我接受不了 再怎么适应 我也适应不了 我甚至有一种 想不玩游戏的冲动 所以如果我玩这款游戏 我会首选玩图像模式 而不是效能模式 虽然我不是最终幻想的粉丝 但是第一张重制版我也玩过 玩着玩着我就放弃了 那为什么放弃了呢 是因为画面越玩越难看 这种以画面建长的游戏 最好还是以画面为主 舍掉了画面 游戏性也会打打折扣 你们认为呢 通过我实际游玩 我感觉这个图像三人模式 跑图打斗放招躲闪都没问题 就是在转视角的时候 感觉比这个性能模式有点卡 这个图像模式完全可用 这个游戏画面真的不错 真的是次时代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 U1无引擎做的 但是有点U1无引擎 宣传的那个味儿 这就是次时代的游戏 这就是次时代的游戏